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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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Kevin Chan 歡迎到我這個酒樂場 我這個家裡的廚房 今天我做的是一個雞翼 是一個Dryrub 雞翼 為什麼要做雞翼呢 通常在北美洲雞翼 就是聯想起一個很開心的日子 例如去球場 下班喝啤酒 周末在看球賽 都是很滿意做的 首先我們準備好雞翼 我們的Dryrub Chicken 就是需要它的效果很柔軟 很juicy 不會太乾 充滿了所有的香料的味道 再點進去一些很鮮味的醬汁 我們先怎樣處理呢 就是先用一個Brine去醃製雞翼 我的Brine呢 我的想法就是用一個啤酒的Brine 我們的啤酒呢 好幾年前呢 我們去了一個旅行 去了Czech Republic 我們見到這個Raspberry的啤酒 我覺得 完全都是用啤酒做一個Brine 不如用一個Raspberry的啤酒 就可以生透一些Raspberry的味道 進去我們的雞翼那裏 以及大家可以平衡一些 那麼多的味道的雞翼 這個Brine呢 通常我們的材料 就是由啤酒 Raspberry的啤酒 是Ontario出的 就要用鹽 一個Tablespoon的鹽 然後呢 一個Tablespoon的Brown Sugar 然後呢 再加一個Tablespoon的糖 然後呢 然後倒這個啤酒 啤酒呢 大概12個盎司 然後我就開這個 多了 我製造的啤酒 12個盎司 嘩 好香喔 已經聞到 充滿了Raspberry的味道 我想我的雞翼不用吃 已經很香了 用這麼棒的啤酒 去滲透進我們的雞翼裏 加上糖 加上鹽 那我就慢慢做這個啤酒了 好香喔 我叫Raspberry的 炭酱油 的Brining燈德了 然後呢 加上糖 然後呢 加上糖 用的 好酸 加上糖 加上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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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已经差不多可以准备好了 我现在就先清理鸡翼 最重要是把它吸干水 因为水和水是不夹的 因为我想我的鸡翼会脆和干的 下一步我就会准干它 每一只鸡翼我都会按摩一下 把鸡翼都放出水分 就可以做一个Dry Rub 现在这个鸡翼最重要是要干我的面 这样就会很好吃 下一步就用一些精神炮制的Dry Rub 很完整地分配在鸡翼上面 把鸡翼都放在鸡翼上面 其实比较重的鸡翼不重要 以一个主食的爱好者来说 可以比较重的 因为你想你的菜是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Dry Rub 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将它进烤炉 那我们先开这个烤炉 即是是175度 让它烤炉 其实我们想要去到很高温的烤炉 大概是18度 那我们用一个sheet pan 那其实我们也用一个rack 这样升高去 让鸡翼可以皮活脆一点 那我们就慢慢地把鸡翼排在这个rack 然后把它鸡翼裹起来 好 鸡翼裹起来 现在我们就把鸡翼裹起来 好了 我们这个鸡翼裹起来 放在一个高温的烤炉裹起来 放在中间的位置 那么400度烤它7至10分钟 然后呢 我们会拿出来反一反去 然后就再较低一点的温度 大概去到350 那么大概烤 大概是10分钟 那就可以吃了 那之间呢 我们会准备有两个汁 和我们的鸡翼一起吃 好 回来 我们做两个汁 配合我们的dry rub chicken wings 那这个第一个我想介绍呢 就是我们的parmesan dill的汁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些配料先啦 第一 我们就有这个parmesan cheese 这个是parmigiano 的parmesan cheese 那呢 我们有这个mayonnaise 然后少少的盐 和有个cream cheese 再加少許胡椒粉去提出味道 我們當然有一個靈魂的檸檬 我們會用它的檸檬汁和檸檬皮 我們開始準備這個汁 第一個檸檬如何處理? 這麼大的檸檬,但我們用少許汁 我學了這一招 這個檸檬可以把檸檬炸出來 但檸檬可以後用 我先把檸檬切出來 然後把檸檬放進去 這樣可以大一點 把檸檬拿出來 把檸檬切出來 檸檬是完整無缺的 皮可以保護檸檬,可以備用 好,這裡是我們的檸檬 我們就開始處理一下 先把檸檬切出來 嗯,這個檸檬很新鮮 好,我們在這裡已經準備了些檸檬汁了 我們就將檸檬的檸檬 放在乳酪芝士上 很漂亮的 白色搭配綠色的香草 這是我們的PARMESSON CHEESE PARMESSON CHEESE 是PARGIANO RAGIANO的地方 起碼三四年的火食 我們把芝士刨掉 芝士算乾 每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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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感很漂亮的 味道很濃 煮了芝士之後 可以再放入碟子裡 芝士加香料 帶出一些很好的味道 下一個配料 先準備好了 這個是帶出總體這個碟子的靈魂 拌勻之後 我想我們再加檸檬汁 加少許的鹽 適合味 然後再加一點胡椒粉 拌勻下去 拌勻下去 這樣呢 我們這個醬汁就完成了 好了 十分鐘已經過了 那我們就 檢查一下我們的雞翼 哇 樣子很漂亮 根本上呢 我拿上來呢 就是反而反去 配搭的醬汁 開始有這個 芝士加香料 肝油 是有力了 接下來呢 我們做下一個醬汁 好了,就是我们的salsa sauce 我们的salsa sauce是用一个tomato base的sauce 我只要有一个avocado 已经我们选手的avocado 腌皮和鱼鷹熟了的avocado 我们切开它 这样我们就可以切了它 现在我都是通常切了一粒粒的 这样可以收起来就很容易吃 我们也是把一些粒粒拿出来 我们只要一些粒粒 哇 如果下一世投胎我都会做粒粒 不会做粒粒的 因为每次用到粒粒的粒粒就被扔掉了 通常我们这些 就卷成一只像是屎家那样的 这样就在这里 然后就开始切 我这个salsa酱已经差不多了 那我们下一些柠檬汁 因为正常用的柠檬汁可以 做多了一份 就是柠檬汁 那我们用少少盐来调一调味 少少pepper 最后我们的味道全部走出来了 第一我会用这个 这个士叉拉叉酱 这个博味很流行的士叉拉叉酱 去放一些蒜头的味道 辣的味道 下去 Hot Sauce 这样可以放一点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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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个salsa酱 去点这个鸡翼呢 就又完成了 好了 又过了十分钟 那我们开始了 看一看 这个鸡翼的情况 那我们的肥尾鸡翼 已经完成了 已经熟了 两面都这么漂亮 大家看一下这个鸡翼 是否很想吃 好了 现在我们最后做一个 最后做一个最后的 我们加些 Parmeson Cheese 在我们的鸡翼上 我们这个Dry Rub 鸡翼就完成了 那我们就有 酸素 有一个很坤痕的煮食 有这个蔬菜 和一个很美味的dips 那么呢 希望各位都喜欢 我们 和你们分享的 Dry Rub Chicken Wings 那么 Bon Appétit 各位